欸欸欸 它變好髒 你先介紹這三個 沒關係 它很髒比較真實 它好髒 它變得好髒 其他的也都很髒啊 它好醜 快在記住店我們家要開箱的是 我的鉛筆盒 你要來看影片有什麼 我要看嗎? 對 這個是妞妞的鉛筆盒 那這個鉛筆盒是什麼來的? Muji 特別好用 很大很好裝 好的 那我們來開箱第一個東西 這個是 這個是 一個豌豆 這是什麼? 把這個推推 啊不對是往回推 喔 它是一個 豆豆貼 我是在哪兒來的? 這個我不知道 在台灣的蘇宇 所以它是這樣子 就是有黏性的對不對 喔 它好像是在 喔不是 它是在 Celia 你的帽子 喔 所以好像也蠻好用的是不是 對啊 然後上面的東西 被我用很奇怪 OK 爛掉 所以妳真的有在用嗎? 有啊 然後這個 無印良品的修正袋 然後呢 它的蓋子不見 所以唯一的缺點是蓋子會飛走 蓋子在哪裡咧? 不要全都出來了 它不是要開箱嗎? 我還看到我的皮肉不開啊 它不是要開箱什麼? 等一下 這裡這裡 找到蓋子了 它會拿到蓋子 所以蓋子很容易在清理好裡面 它會在裡面那個 它會拿出手 好走中 好啦 那我們繼續開箱 喔 這個買錯的 左手還右手 我忘記這隻手剪的 它這隻是什麼手? 左手 喔 左手剪刀 左手專用的小剪刀 嗯 很奇怪 可是還是可以剪的 這是在哪兒買的啊? 不是 也是無印的 無印的 白的 也是無印的 它不是 它是誰? 白金 白金 白金是 黏黏刺 下筆加 這個好用 蜻蜓嗎? 我以前也是用這個 怪年不敗的好用下筆 我的筆呢? 這個筆失蹤了嗎? 有 欸欸 它變好髒 你會介紹這三個 有關 現在很髒比較真實啊 它好髒 它變得好髒啊 其他的也都很髒啊 啊 好醜 這三隻都這種筆嗎? 對啊 那帶那麼多這種筆 就上去的感覺 這讓我的心情好 這是什麼牌子的? 蜻蜓牌 蜻蜓牌的 自動筆三個色 它真的很好用 它是推這邊的 它是搖搖筆 喔 我可以順便教大家一個 就是 如果你們的筆很髒的話 可以這樣 跟我做一樣的 沒有出來 喔 有有有出來了 怎麼樣 就是如果它很髒就這樣子 因為橡皮擦長 對啊 你看多髒啊 你看乾淨的 你買了四隻自動筆 很好看 可是自動筆真的會用到這麼多隻嗎? 不會啊 我也覺得隨便抽一個就是自動筆 多好用 它不只四個顏色 它很多顏色 我買黑白灰灰黑 這邊還有 四隻一模一樣的筆 然後你包色 然後還有一個木筆 這個很好用 太多自動筆了吧 然後這個是無印的 它差別在哪裡 這個是不能有有筆的 這個我是最近才放進去的 好像是白膠 這我裡面可以拿出來 因為沒有人有 放裡面 所以它是雕水筆 就是可以貼東西 OMG 裡面居然沒有放紅筆 太酷了吧 需要紅筆嗎? 可以打勾勾 這個也是無印的 所以這個是用來畫重點的 綠色那個是拿來寫筆記本的 筆記本用綠色寫字 就是畫線 所以這是畫重點 然後藍色跟黑色是寫字的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 哎唷 就是有很多顏色 所以它也是無印嗎? 它也是 這個很好用 很多顏色 可以畫重點 就是我們學校會做Poster 然後就是用鉛筆寫一遍再用這個 鉛筆寫一遍之後再用油性的東西 對對對 所以它有兩邊 一邊是細緻的 另外一邊是粗的嗎? 這個是無印的嗎? 對 無印的 很喜歡無印喔 特別喜歡 啊這個呢? 這個是螢光筆 可是蘿蘿蘿劑劑換掉 因為我換了一個 也是無印的 這個螢光筆長得很特殊 中間是這個洞 因為它這樣就可以看到後面的字 我最近很愛蜻蜓牌 這兩個也是蜻蜓牌 它有兩邊 一個出一個血 然後我這個也是蜻蜓牌的口紅膠 蜻蜓牌好用嗎? 好用 T.A.E的口紅膠 然後這個是筆芯 因為它的設計感很漂亮 對 而且它這個是Mono Pro的那個 就是跟你這個 那個筆的系列是同一個系列 你知道為什麼買這個嗎? 白軍的 因為它有這個 你知道嗎? 對 就是它有這個可以蓋住 你知道有些就是那種這樣子抽出來的 它這邊要黑黑的 它會翹起來 這種很像 這附箭子你會用來貼在哪裡? 寫Homework的 就是那種索引用的什麼 對啊 它是透明的 就用來 就是我們會有那種資料夾 然後裡面就很多紙 有時候找不到 就是比較 每天會用到的那種紙 會貼一下 然後就一抽就出來了 就是這樣方便就對了 還有呢? 然後這個是那個 Kukuyo的定書機 很小耶 跟一個橡皮擦大小差不多 它是往後推的話 這邊可以使用 就可以用 然後關起來 這樣就可以關起來 這是迷你美工刀 而且你看 超小的耶 你看它有一個set 這盒是換刀片的 這在哪裡? 也是五一 兩個都是 你會用到刀片嗎? 在學校 有時候會 就是你知道那種換刀 不是都要這個 然後 然後這個直接這樣子 直接這樣子 放進去 然後 就可以 因為不是有些要從後面這樣 對對對 然後要壓桌子很危險 這個剪就好了 它折進去垃圾就在裡面 就直接在這裡面 然後不要的時候整個丟掉 它就在裡面 刀片也不會傷到 讚啊 確定就是 沒有東西的時候 它就沒有中力 它就會這樣子 它就會打 它就跳舞 又比率比率 先比率怎麼熟 它會不會變形 你看 缺好用 你看 缺好用就對了 你看 但是你想要表達就是它很好用 它真的很好用 無印的嗎 無印的 這就是我鉛筆合理的說的東西 哇 你排得好美喔 所以你推薦這些筆合理用 它的筆真的好多 我可以把這兩個拿走 因為沒有在用 沒有在用 可是它本來就是在你鉛筆合理 對啊 就是那種換完之後忘記拿走 一直滾走 幹起來吧 嘿 太棒了吧 啊 算這個放家裡用 它沒問題 本來鉛筆合理 它有點可憐 太棒了吧 這就是今天影片開箱我的鉛筆盒 如果喜歡的話 其實我們會點贈 大家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說 你們想看什麼樣的文具用品 然後我們之後就會再 多拍一點文具用品 如果大家喜歡看 我們拍無印的話 可以在下面跟我們說 拍無印 因為無印很多東西好嗎 而且吃得很好吃 今天影片在這裡如果喜歡的話 歡迎大家按一下 訂閱一下說通知 對 然後按下全部通知 就不會錯過每一支影片的更新 那我們是 每天看到它欠到影片 周一直播周四熊 那我們就明天晚上七年見囉 掰掰 掰掰 欸別亂丟啦 等一下 欸 吸一下 拜託 它會卡 啊乾淨了 或是大家想要看我們買白軍的無印 看我們買白軍的文具用品 不是無印用品 不是無印用品